习曾说三乘国别之法 习是早年 释迦前面四十二年 说三乘国别之法 不过是唯对于全己假说之方便味 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 要迁就他的知识 他的根性 慢慢引导帮助他提升 四十二年的提升 他能接受 也惩罚了 这是世尊教导我们的 也惩罚不容易 那我们要想一想 四十二年 我们学佛有那么长的寿命吗 那么有这么长的寿命 寿命到了 那就死亡了 不能再修了 来生纵然的人生 遇到佛法 至少要断 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 间断了 大概前面学的 忘光了 这一生 从头再来学起 比上一生 进步快一点 全身有底欲 四十二年时间 还是太长了 我们要想到这个地方 你才知道 净土法门之可贵 遇到这个法门 不要那么长的时间 真正相信 真正坑放下 三年无彩 就拯救了 如果与上上根人 遇到了 他几天 几个月就拯救了 不费那么长的时间 从这个地方 我们能体会到 世尊当年在世 多次宣讲这部经 在讲一切大臣经当中 常常提到极乐世界 经文里面提到极乐世界 提到阿弥陀佛 有两百多种 从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体会到 世尊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 你你不忘 时时刻刻提醒大家 这个法门 真正是男性之法 有人听懂了 不能说不信 不干 这个方法太单调了 这一句佛号 念了几天 不想再念了 念佛这个法为神 这个法为广 这个法为浓 你得有耐心 真诚 恭敬 勇蒙精进 尝到味道了 你就不肯丢了 尝到法为的人 不懂 细心去观察 真正尝到法为的 不是没有 真有 你真正想见 就会见到 祝福菩萨 非常慈悲 佛事门中 有求别人 会让你看到 真真念佛是什么样子